把梁孟松講得非常難聽 怎麼講 你不是叛向嗎 你到了中國大陸 要人給人 要錢給錢 就是希望說 你能夠幫中興真的 拉到一個新的境界 結果那篇報導裡面 那個文章裡面提到 梁孟松承諾的事情 一個都沒有做到 就是因為你梁孟松沒有做到 中興才不得已 非要找獎上一來 目前你如果真的想去工作 中國道工作的所有人 我勸你好好看看 梁孟松的下場是什麼 腳固 腳兔死 走狗篷 你看 蔣爸要來 其實過去的人老上司要來 我在中興坐那麼久 居然空降一個人來這邊 你也沒事先提醒我 他當然覺得委屈 所以他就提出一個 講都不給他講 對 那就提一個辭職信 那辭職信裡面來說 他當然非常不甘願 所以他就說 或許你中國對我的這個 這個所謂階段新增我已經完成了 但是我 我對中國道的這個 半導體的功勳非常大 包括14奈米 我幫你們完成了 還有包括N加1N加2的 這個都已經在On schedule 在我的規劃之下 一定都可以完全OK了 那你們還讓我走的話 那我真的覺得很委屈 好 乍看之下 是梁孟松很委屈對不對 可是今天這個中國道的媒體 就開始出現了一些 不利於梁孟松的文章就出來了 直接跟梁孟松開幹了 對 好 那我跟你講 中國道的媒體都是這樣 他們刊登這些文章 絕對都是有用意在那個地方的 他就直接跟你講 梁孟松你根本不是你說的那個樣子 他說我們中芯國際對梁孟松的加入 是器與厚望的 所以你一開始來的時候 管理人事上面都給你非常大的這個權限 要人給人 要錢給錢 他甚至還跟你說 還說什麼 梁孟松安插了非常多 你過去的朋友 過去的人 就安插進來 他安插進來之後 根本就沒有發揮相關的這個狀況 而且他還直接說 你過去幾年中芯國際的先進的這個技術 是沒有過關的 沒有過關 而且梁所承諾的這個目標也都沒有落實 他講什麼呢 他就說你不是說你14奈米做好了嗎 對不對 14奈米做好了之後 我跟你講 現在全世界最缺的除了28奈米之外 14奈米也很缺 那既然這麼缺 我們既然中芯已經能做出來 那你為什麼在今年的半導體裡面來說 你沒辦法把14奈米的產能拉高 而且讓我們中芯大賺一筆 也沒有嘛 所以你如果14奈米行了 你現在在市場上根本沒有中芯的角色 所以加上說你那些所謂的 這個往後的28奈米 你現在也沒有預期的好 所以說你根本沒有達成承諾 而且他還直接說 你要就是個技術人才 你也不擅長管理跟整合 那你看他就說 你看求大權獨攬先斬後奏 大稿內部清洗 把他的這個聘為 把他的專門人才 聘為管理顧位的高級副總 卻不懂技術 然後他因為他來的時候 導致大量的核心人才離職 很多老客戶也紛紛轉產自欺 他製造廠了 這麼難聽 把他罵了 等於是說把梁夢送在辭職系裡面 寫了所有工序 完全一筆勾銷說你沒這個人 而且他還直接說 這個14奈米好像也不是你的功勞 事實上在前一任的時候 他就已經幾乎把14奈米的這個位階 這個所謂技術都已經完全到位 你來只是把他這個功勳 把他收割而已 然後他還說什麼 他說你應該好好待在這個地方 他才講說你看蔣上義 你要講上義在過去一段時間 因為你只是個技術人才 你不會管理跟整合 那蔣上義過去在張忠謀的下面來說的話 他就是非常會整合 他就是一個會整合的人才 而且他個性非常的溫和 他可以把所有的 包括研發RD或是什麼各方面人才 都整合在一起 所以他才是我們中心 未來所要的一個人 所以等於是 這個媒體開始寫出來的信 是把梁夢送完全罵到 一無是處的這個狀況 難怪我覺得非常困惑的是 如果梁夢送是中國急遇要的人才 你講上義來為什麼沒有通知醫生 而且我是發給董事會的信函 怎麼會所有媒體都刊登 代表我是可以讓公告周知 而且你要走我也沒有流利 我只要確認你的意願到底是如何 結果這封信出來才知道 中心早就不想要他了 市長為什麼這樣講 市長梁夢送的確 他到中心的時候 過去一段時間 他已經有傳出非常多次 他跟董事會的相關人員 或是跟過去的很多人 完全鬥在一起 那因為梁夢送他在過去台積電 也是這個樣子 他在過去一段時間裡面 他也是因為這個人和不佳 所以導致說原本人家 他還說人家原本就 人家過去你在台積電的時候 也是因為人和不佳 人家就沒辦法升上去 他還把他過去的事情 把他拿出來講 你說那篇文章還拿出來 對 他在講 所以等於是說把他 他說為什麼用孫不用你 對 是因為你沒有人家有協調的力 所以他直接就把他 完全數落了一頓 所以真的是內行的人寫的 對 我跟你講 這篇文章已經是準備好 要來修理梁夢中的 就是說我們找蔣爸來 是完全正確 你已經是沒有用的人 你已經被踢出去 而且我們未來的希望 是在蔣爸身上 你真是我們忠心不要的人 那你為什麼要找蔣爸去 我覺得有一個非常大的 一個原因在這個地方 我們剛才講 蔣爸他是可以整合所有的人力 現在中國大陸要大局的投資的時候 他需要蔣爸這樣子有地位的人 而且他們現在在看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蔣爸 他之前不是去了洪新嗎 而且他去洪新之後 洪新就變成是中文道唯一一個拿到什麼 ASMO的科技 為什麼 因為起始跟蔣爸的關係有非常大的關係 蔣爸過去在台積電的時候 他跟ASMO的關係是相當相當好的 那你要拿到這個ASMO的機台 當然你要美國或荷蘭 允許是很重要 但是你那個人面也是非常重要 個人關係 你看今年的時候 李在龍不是飛到那個地方 他也是想要用個人的關係 所以他們現在賭一個東西 就是如果蔣爸來的時候 美國如果假設拜登 他鬆一點BG 搞不好我們就有機會從那邊引進一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他們找蔣爸 當然有他們的戰略意願 可是他們對待梁夢聰的方式 我真的看了真的是覺得非常非常的心寒 所以我看了那篇文章 我就覺得充滿了血腥味殺戮的一張 梁夢聰走得非常委屈 說我已經幫你做了那麼多的事情 14奈米的90% 95%的糧率 甚至N加1N加5都把你做好了 但腳兔死走口棚 但你要說不是這樣 你不是這樣 你承諾的14奈米的95% 95%糧率 是騙人的 你在市場上 你根本占不到任何的份額 還有就是 你今天承諾的任何技術的突破 都沒有達成 刀刀見骨 你剛剛講錯了 不是腳兔死走狗噴 飛鳥進梁工廠 他不是 腳兔沒有死 他把狗給打走了 這是殺豬來會 請客高高興興 然後最後鬧得不歡而散 那個被狗咬了 打著趕出門的 這個是一個難看的 掃地出門 那個狗就在後面追著咬 咬梁夢聰就是現在狗出來了 有一個大陸的狗出來咬梁夢聰你知道嗎 這是殺豬來會打狗擅長 就是這個結果不堪的結果 那下一個人是誰 講八言是一樣 是喔 大陸的文化如此嘛 大陸的刻薄嘛 台灣人是什麼台灣人 台灣人基本上是講人情味的 講感情的 講文化是文明的 所以這兩個 這個事情啊 大陸為什麼我瞧不起他 這個 他這個半導體做不成功 然後第二點是什麼東西 當時他們一直認為 拜登上去之後 28奈米以上 全部會開放 結果今天就是今天 川普把你中心給封了 沒錯 實體經濟 實體經濟給你封掉了吧 所以完全封掉 林 鴨蛋 所以我昨天講的嘛 講霸來沒有用嘛 他在等嘛 他等那個天降甘霖嘛 另外我講一個 以前一個預言故事 很有名 有一天有個國王 非常愛馬 喜馬如今啊 結果他有一天找一個人 找吳子嘉 這個看馬專家 聽說遠方有一個血漢馬 結果買回來 給他五百兩黃金 吳子嘉拿了五百兩黃金 就出去走走走走 花了一年時間回來了 回來之後跟大王報告 大王報告 我的馬呢 他拿一個布包車 大王的馬在這裡 死了 全部是骨頭 我這樣去買馬 怎麼買個馬骨頭回來 突然去砍了 他等一下 他說你這個 我現在幫你做了一個 非常好的廣告 你看你的愛馬如痴 你的馬骨頭 你都試過生命的話 天下之馬為你所用 這個東西 梁孟松這一招 把梁孟松糟蹋掉了 梁孟松再窩囊 再是個沒有用的人 你也要帶若上兵 這個時候才有可能讓台灣人覺得 跟你中國人做生意 除了賺錢以外 我有尊嚴 結果他把台灣人的尊嚴 見他掉 他把馬殺了 他狗去咬了 然後豬也窄了 他弄得不歡而散 所以這種態度的中國人 想要幹半導體 想要請台灣人幫忙 這個文化水平跟文明程度 差得太遠太遠